各位好,我是王中隆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Switch版聖剑傳說二代的實況錄影 在上一次的實況中 我來到了馬坦購王國 那麼國王要我到北邊的洞窟去一趟 這就出發吧 而在這次實況之前 我已經先把主角還有其他夥伴的所有武器都練滿了 應該說練到目前最高的能力 都是三級的 魔法也是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子 幹掉你 都是一堆的香菇 蘑菇 有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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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 Kurumi 好 打他螃蟹啊 電腦同伴真的是 笨笨 這也要寫的不好 喝 嘿 這個沒有辦法要射到屁 然后投影 中了Statis Statis在太空战士里面是沉默术 可是在圣殿传说里面 变成了混乱魔法 但我还蛮粗耳 然后圣殿传说的混乱魔法 共用就是操作的方式会变成相反 所谓的变成相反就是 按左的时候会变右 按右的时候会变左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要换成鞭子吧 再换回来 我去死吧 我去死吧 又要用鞭子 我有点麻烦 再换回幅头 有个往下的楼梯 好像也只有这个往下楼梯可以走 一只土不属 中了魔法 你居然会用魔法 打不到是怎样 打不到是怎样 先走左边好 猫头鹰 猫头鹰 这宝箱 配配草 往下的楼梯 好像就这样子 很可怕 你不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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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圖不舒服嗎? 看招 感覺伏托達突破鼠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有一顆水晶球 這可能需要你主角的魔法 會對諾姆的魔法產生反應 諾姆的魔法 那就是這一招了吧 嗯 這樣算是有效了嗎 到底狀況目前是怎樣 不要管這D人啊 媽的 嗯 好像差不多 呵 到底是怎樣 哇 哇 奇怪 不是諾姆的魔法嗎 還是說要用不同的諾姆的魔法 地震 哎呀 果然是地震 所以出現了 岩石崩塌的聲音 好吧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吧 加個血好了 加個血好了 好像可以直接通到下面來了 去死吧 去死吧 0滴血 到底是誰打的 這裡 都不可能 有沒有搞錯 中了 直接打頭母有沒有搞錯 有一隻蛇 為什麼魔法打他比較好呢 瘋的魔法 哎呦 殺傷力蠻大的 344 繼續打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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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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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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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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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名字對吧?呵呵呵 南森林的大砲墊好像已經回來了 聽說我的神殿就在カカラ沙漠中 神殿探してんだら,そこが一番近いかな? 頑張れよ!応援してるぜ! 如果你們在找神殿的話 那你應該是最近的方法了吧 加油啊!我會幫你們生源的 我會生源你們的 所以這隻龍就叫做弗拉米了 國王因為拉不下臉 萬一你們說不要怎麼辦 國王就太沒有面子了 所以他就叫弗拉米了 對對對 我要把劍的等級再提升一點 炒梯劍可以再變什麼劍呢? 奧利哈鋼的劍 變成奧利鋼的劍 奧利哈鋼劍 那主角我先換什麼劍吧? 南邊森林的大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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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Leursal 哈鋼?? 這怪鳥會升土薄了 主角升到27級了 普特美也升到27級了 兩隻貓貓蟲 中毒了 貓頭鷹 老婆的敵人在這裡 要去哪裡呢? 冰果也是新的地方吧 卡卡拉沙漠 卡卡拉在日語的語感就是有點乾乾的意思 乾燥 所以叫乾燥沙漠 乾乾沙漠 砂漠 ちょっと地震難用 大丈夫かな? 沙漠 嗯 我不太有信心 會不會有事呢? 好吧,你們就進大炮吧 難道會射錯地方嗎? 倒沙漠來了 砂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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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像吃到了沙子 所以普普一就砂漠兩聲 然後說 哇,都是沙子 哪にもない所ね 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耶 とりあえず街を逃さないと 開かびでしまうぞ 總之我們得先找到市鎮才行 不然可會被塞乾了 市鎮 在什麼方向呢? 那邊嗎? 有蝎子 嗯? 是個封閉的地形 看來好像就只能夠往北邊去 好吧 鞋子 剪 剪 這隻鞋子叫做死亡鞋 S. Scorpion 怎麼感覺上這名字蠻常見的 勇者鬥龍十一代在沙漠裡面好像有一隻敵人叫做死亡蟹 左右隔一條路的樣子 要先走左邊還是右邊呢? 狗魁也升級了 先走右邊好了 流殺 而且還有遺失 可惡 用魔法對付你 幹掉了吧? 幹掉了吧? 加個蟹 這樣子 Spideric 蜘蛛腳 在這個遊戲中叫做蜘蛛腳 直接幹掉 那邊有一條路 好香 一口巧克力 這地心還蠻大的 上面跟右邊都有一條路 那如果我往左邊走的話呢? 我往左邊跟上面都有一條路 下面還有一條路 下面還有一條路 射腦筋 傷腦筋啊 這沙漠真的是有點大 左右邊都有一條路 而且都有路可以走 傷腦筋 好吧 那麼這一次我想先實況到這裡 讓我來研究一下攻略怎麼寫 然後再會畫比較好的路線 這樣子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那麼我想這一次就先實況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的欣賞